Hello大家好 我是迪克文 欢迎收看战舰世界 那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文文的优酷自频道 那么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发布 在优酷啊 唯一发布战舰世界的视频了 也是感谢我们本期的全世界最好的 李志恩同学提供非常精彩的一局 机灵 这句机灵是我目前看到 或者说是我玩到 现在是打的最最惨烈的一局 非常非常的惨烈 我觉得裸经验基本上属于3000多啊 真的是惨烈 真的是惨烈 那么如果大家如果想要投稿的话呢 左下方也文文投稿一下 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 以及战节图发到dk文文 at126.com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顶记转很爽 对吧 又没没法练机的话 没时间的话 可以找左侧二位马连接文文家的旺旺客服 或者说啊 实际上那个业务QQ啊 都是可以的 本局的话 机灵啊 对面是双机灵加导风加洛阳 那么我们在对线上面的话 驱逐舰会稍微有点劣势 但是我们有三个米哈伊尔 而且是小司机房 你可以看到 对面哇 海王星迪米特里 这两个也是驱逐杀手啊 海王星跟着驱逐走迪米特里 还有雷达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强 可以看到开局的话呢 他直接是慢慢的往C点这边蹭 慢慢的往C点这边蹭 蹭C点的话 其实有时候啊 好处在于就说 嗯 问我啊 像那个上一期那个叫什么 初见也玩的对吧 倒传进去啊 好像是连着两期机灵啊 但这句机灵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呢 后面啊 文文这一投稿收到 也有好几期啊 打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些素材 我们决定啊 就说是周末啊 就周六周日的话 我会采取双根 那么来给大家呈现一些 哎 非常精彩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207年对吧 大家一起加油 我祝大家新年大吉吧 对吧 那我现在 对吧 我们也要这新年大吉吧 那这的话可以看 海王星10.8公里 被点亮了 然后开始拉烟 这的话我们可以忙了他一波啊 可以忙了他一波 后面迪米特里也会 也会进来 那么好的话 迪米特里可以蹭烟 而且这个局的话 我们全是点不亮 好 对面的洛阳是被点亮了 应该是本身吧 我们切到第一视角 这个位置开炮不是很合适啊 说实话 只要点亮洛阳 想办法 后面罗恩 米哈伊啊 对吧 他们拉烟要输出 哇 本身 这个要出事情啊 这个本身真的要出事情 这样子走 而且对面的迪米特里的话 距离11点几公里啊 如果说本身拉一 哎 我刚刚想说 雷达就要来了嘛 这个雷达就要来了 要当心啊 哇 迪米特里 这的话肯定要往 先往圈外 外外先走啊 要不然都是被点亮当中的 哦 但还好啊 他们应该是都想在要打本身 没有人来打我们 所以说的话 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而且迪米特里的话 哎 消点了 消点了 哦呦 一轮炮来 一轮炮来 哦呦 倒倒船 倒倒船 这里的话就蹭蹭点嘛 还停在这里的话 想把点蹭一下 一波雷过去的话 是迪米特里是出来了 那么对面的海王星 应该也是会出来吧 哎 吃了一颗啊 是在后面 他是往后面倒船这里 那么这里的话 一波雷撒完 30秒后面 还有一波雷 迪米特里 这里是没有雷了 但是他们有一个洛阳 这里的话 相对隐蔽之比较差 哎 后面的话 应该是 肥特勒 哎 肥特勒大地吃了两颗雷 缘分 啊 这真的是缘分 哦 又三颗雷 爽爽爽爽爽爽 洛阳在这里 那么他们是 双击灵倒风的话 都是在AB点啊 那么C点 相对于来说 我们主力部队在这里 问题还不是很大 这可以看啊 他是用鱼雷来切视角 迪米特里 恰巴耶夫 那么海王星是没有亮 迪米特里的话 是雷不到 他是在雷恰巴耶夫 然后还有菲特列 对吧 他考虑雷菲特列吗 菲特列在这里 啊 应该是考虑雷菲特列了 往身后两个走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话 其实他一个转向就会走 但后面的话 雷机就会很爽很爽 而且这张图啊 真切记 他们如果从这个走位的话 其实非常伤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伤 因为如果说他们家的洛阳 给他们一波烟 对吧 在这一大波烟雾里面 他们一个前行还是比较好 这样的话 他们真真真的是会要被打板 而且这一波雷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波雷的话 哦呦 哦呦 菲特列要爽了 菲特要爽了 恰巴耶夫好像是为躲炮弹 这里也要中 菲特列的话也会中 哦 海王星 海王星的话 这里也要吃雷了 海王星吃雷吗 我们看一下 我把视角切到这个位置 对啊 这样看就好了 哇 海王星在躲雷 菲特列的话可能要吃两颗 恰巴耶夫呢 菲特列两颗没有死 恰巴耶夫 再来两颗一颗雷 两颗雷 甘尼索 拜拜 漂亮 直接带走了 哎 菲特列79点血 双杀进水 直接是把他带走了 哇 这个视角文文切的6不6 对吧 我切的可以吧 哇 这一波双杀 赚死啊 10万伤害 然后我们那边的话 米哈伊尔 导锋 双导锋 对面是 激凌导锋 另外一个激凌包夹过来 他们导锋 其实走的太前了 说话真的太前 一个爱弹 一个大和 嗯 他们那边 嗯 大猴开始放弃他们以后就难打 如果大猴是对吧 扛着大和往前冲 或怎么样呢 还能打打 要不然导锋就快点跑 要不然的话 A点真的迟早要玩 烟雾当中的话 一个应该是他们的好王星应该在这里 前面我们在看小地图啊 左边那一轮空间应该是那个迪米特里 那么迪米特里雷达的话估计也快好了 好王星 这的话不要离得太近哦 离得太近哦 要出事情哦 一波雷来了 两波 单纵雷 哦 如果说他是 嗯 撒排一排雷出来的话还是比较好重啊 这个单纵雷甩的话 基本上就是想要命中概率太低了 哎 这边的话应该是雷达5.9公里 应该差不多是范围覆盖进来了 应该是迪米特里的雷达 迪米特雷达 哦呦本身疼 哇本身要甩侧身了 哇这一轮估计要打得很疼 哦呦哦呦直接带走了 赶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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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米特里 迪米特里雷达好的 8.9 哦呦吃了三颗没死 该你说拜拜 漂亮哈 王星是吃了四颗雷啊 直接是被带走了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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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这一波盲雷就其实啊像这种的话 我们还是说啊 现在一般机灵如果说十五六公里想要雷 制到人的难度会比较大 如果他鱼雷加速的话 其实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雷速快嘛 对吧 讲道理啊 会更好用一些 因为毕竟就是说差不多是在十三公里以内的 所以机灵出鱼雷加速啊 这种是比较好用 洛阳的话就在我们前面 这一的话 因为他已经洛阳已经开始落单 迪米特里还有蒙大拿 基本上都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而且机灵的话 我这一的话是看到了看到了 那烟雾当中的话是有 这一的话我大和在旁边 他绝对是要上了 如果问问我的话 我会稍微等一等啊 我会稍微等一等 先撒一波雷对吧 保血量 因为对面的话 还有啊 一个机灵一个导锋 驱逐界这种局比较多 哎我们被谁点亮了 哇 不会这个洛阳带的是那个吧 发现 哇三公里点亮嘛 对吧 洛阳可能带的是那个叫什么 强制捕获 我这里一波雷 先甩一波 这一带打 我还要再雷吗 再来还不打好雷 这一再打一轮 我打偏了 但是洛阳这个血量的话 哇 我们一波着火 这个有点伤 损管交的有点早 这边拉烟 但是的话 轮机现在减速 减不下来 继续卷速 洛阳还一千多点血 三百多 该你说 拜拜 漂亮 直接带走了 哇 四杀对面死了五个 我们盖掉四个 九分钟啊 将近十四万的一个伤害 但是A点这里的话 我们亏的非常厉害 双倒风 然后呢 米哈伊尔应该是 一艘米哈 两艘米哈伊尔都死在那里 然后呢 哇 双倒风 全部死在那里 那个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 这样局的话 他们家 哇 倒风 爱当伤害 人头都有啊 而且的话 还有一个机灵 还有一个残血 倒风 那么大选地狐是跑出来了 他前面真的前面刚也很难 人家一个对吧 西佩尔在那里 近身有雷 爱当的话在那边拖刀 大选地狐 的确是能打 而且还有一个机灵 一个倒风在那边 死命拼命雷拟 双倒风的配置 基本上的一个 狗斗输出能力啊 并不是很强 他自己的话 看到大猴在往这边跑 他是绕另外一边去绕 假如是 航速骑 这个应该不是航速骑吧 这应该是防训暴的骑 对吧 他应该是防训暴的骑 所以今天有时候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也的话 减减速 看看情况 他也说喜欢加减速啊 呃有时候我我现在我也在习惯 就是说 其实巨速剑加减速的一个夺炮弹能力 要比 内外切大 自动的来的好很多 啊 我们家的爱当是把迪米特里收了 但是的话 我们出云大和过来那个蒙大拿打 爱当罗恩 我们的米哈伊啊 除非那边输出啊 他们蒙大拿还是能扛好久好久 除非在那边拖刀 还可以啊 大选以后一路在跑 一路在跑 而且基灵我估计啊 基灵应该在他身后会居多 你的话看看 大和在这里 然后西佩尔在这里 大和的话可以想办法雷 爱当的话也在往我们这个方向走 爱当也在往我们这个方向走 大和来啊来啊 互相伤害啊 一波雷减速应该是怼船头了 我们家大和从这边出来了 准备再撒一波吗 西佩尔 西佩尔 不大好撒 西佩尔的话这里 呃 提前量不够 还是大和大和好像是在减 减速 西佩尔这里 西佩尔转过来了 来这波雷可以往稍微在左边一点 要不然这样的话 最右边那一颗雷 应该是可以不撞山的 记得话 他应该是选择从 侧身去雷击 然后绕过去要 站A点啊 大致四路一般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现在的话 他门大拿在那边啊 罗恩米哈伊尔爱当 三巡洋啊 戏调 戏爽蒙大拿 看看他们那边情况打 哇 大和地后只有两千多点血了 还开炮吗 他们家大和血量并不多啊 我们家大和 不能冲 这个点的话卡住还算好打 他冲的话很有可能被雷击 而且爱当的话 这里是帮忙点亮好的 大和是吃了一颗雷 但是可惜还没有进水 而且这里的话是三艘战略战 哇大和还有477的血没有死 我们那边的话爱当戏爽蒙大拿 爱当已经贵了 罗恩和米哈伊尔还在那边罗恩多少血 我们看不到 这些爱当的话从侧身走 大和要减减速 不要出去啊 出去肯定是要被雷死的 这的话还继续往侧身走 而且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时候驱逐在这里吧 对吧 两波烟一波是机灵的 一波应该是导锋的 对没错一波机灵一波导锋给他们做拉烟战术 这个就很伤 对吧 大和还好没有吃雷 这个还好 这的话就往烟雾里面盲雷嘛 基本上这个里面的话 肯定大和就在里面了 对吧 我们家大和是在打爱当 看他们的把爱当打了 打他 足有的话先是扔了一波雷 下一波再过去 而且这的话是水渣飞机在这里 请不要花水渣飞机的话基本上是 7公里 现在他能离我们将近11 11点几公里啊 问题并不大 想办法学一点 想办法学一点 而且我们在这里的话 他们正面雷大和没办法 对吧 如果说有巨主想要同样绕 侧面雷击大和的话 我们这边还能防一手挨盪 而这边的话是老风亮了 绝世酷哥 这的话这炮苗的有点水啊 这的话想要拉烟 荒有点荒对吧 他如果是开过炮的话还好 这的话估计如果说是准备可能要消点 这里我说消点了吧 对吧 其实这一波烟的话没有必要去拉 大和转炮塔什么给他点时间也还可以 对吧 导风如果说不开炮的话点不亮 而现在导风是落单的 就怕烟雾里面是那个有机灵啊 有那个大和在 他们家大和死了没有 大和还没有死 哇 他们家门大拿是把米哈伊尔也弄死了 导风三千多打船头 对吧 来来 1180 2500 再继续打船头 好的700多 漂亮 跟你说拜拜 直接带走了 大和有没有 哇 大和没吃到雷 要不然哇 这大和在吃两颗雷 又是一个双杀 而且的话 你可以看哦 他们门大拿是直接是把那个米哈和那个爱荡全部都弄死了 哇 这个好伤啊 这个好伤啊 大和爱荡 哇 这个位置的话 大和还继续减速 我们家大和在几波雷放在那边 他吃雷吃的太伤 而且这边的话他们有爱荡西佩尔在那边点 初云现在冲上去啊 其实也真的是用处并不是很大 他能不能把大和雷死大和开始减速 一波雷扔过去 我们的爱荡机灵啊 什么都不大好雷西佩尔在这里 其实啊 这里的话应该是 其实卡住山在那边输出啊 拖时间就好 往前冲真的是不行啊 9.7公里的一个 开炮惩罚 所以说现在的话妥妥的在那边打 是完全不会亮的 哎 这个话不用算提前亮啊 这个大和的话 几乎是几乎是挺伤 应该描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描前面了 下雷击的话效果也不大 那么想办法先把A点站下来 对面的西佩尔还在那里 哇 爱荡大和机灵 这种时候其实刚正面啊 就是 你除非是把大和啊 这种雷死对吧 那么初云打爱荡 我们抓机灵的6000多的机灵的话 我们还能换换血 要不然的话这波打太快 哦呦 我爱漂亮 爱荡直接是被秒了 那么大和在烟雾中 哇 初云这个没法走了 初云也要死的 罗恩这里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失业啊 如果他们是有水战的话 罗恩也跑不掉 罗恩除非是死前 看能不能再甩甩雷啊 这种 他们家西佩尔转过来 我们现在想办法是拿点啊 他们家的门大纳已经是拿起点了 大和如果说回头去 哎呦 关键是两个熊羊 那个门大纳还没管 这个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现在一波雷 西佩尔还在往前走 单击此处添加妹子 好像这个人 好像有见过吧 这个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机灵大和还在那边 除非机灵出来给视野啊 啊机灵果然进点了 罗恩大侯啊哇 这机灵一波雷大和在里面 可以活得很久 机灵他们家机灵玩的不错啊 这几波烟的话是给的非常的棒 这里的话西佩尔我们看看这一波 这波雷好像有希望吧 哎这一颗没希望 这一颗哇 哇雷速不够雷速不够雷速不够 这个是要走了 西佩尔罗恩在这里 大侯的话会比较远 罗恩看看罗恩也没帮忙 这个话单挑西佩尔有点难啊 这个单挑这个西佩尔真的是有一点难 哇死了死了 但是大侯的话一轮一轮一批弹过来 漂亮200多点血 哇还浪费我们一波烟 烟这个有点上来浪费一波烟 要不然的话这一波烟可以不用 那对面还剩一个大和 还有一个机灵大选 帝后的话 回回血其实可以回好久的 啊可以回好久 哇就2600多 哇想吹一波 哇这的话是甩一波雷啊 这的话看能不能把大和雷死 哇把大和雷死还可以打 对吧门大拿在比较远把基灵抓掉的话 现在分数分差的话差200分 200多分的分差 三分钟时间不够 我们要1v3 1v3全部都弄掉 这个才能胜利啊 这个才能胜利 哇 这个时候看看大和大和应该大宝剑 基本上应该是全吃完了 全吃完了 像他是大和是正菊花对着我们炮塔对右边 大和现在还在转炮塔 往他时候就最好是什么 趁大和在转炮塔之际啊 我们能把那个机灵弄死 这个是最好的 机灵回头 其实人家知道我们在A点吧 对吧 但是的话大和的炮塔还是完全没有转过来 他想要转船身吗 这也转不过来 估计雷的话他也是看到雷了 想要躲鱼雷吧 好机灵这边亮了 一轮过去 而且这机灵的话是没有隐蔽啊 没有5.9就点亮了 一轮打过去 哇第一轮效果不是很好 第二轮可以 哇继续再打 加油 损管交调 直接打伤害输出 2000多点血 哎这个提前量要往左边多算一点 兄弟 这个是前面这种 这个要算提前量 好的大和吃雷了 哇4000多点血 再来机灵赶紧说拜拜 漂亮带走了 哇有雷来了有雷来了 大和的话还有4000多点血 看能不能找啊 前面的话鱼雷不知道没有注意啊 看有没有到精水 这看能不能把大和带走 大和带转炮塔 好的一触着火 大和没有损管 2000多点血啊 炮塔还在转啊 完全没转过来 他为了躲鱼雷对吧 好的大和800 500500200跟你说拜拜 漂亮这带走了 虽然是那个引擎坏了 但问题并不是很大 这样问题并不是很大 对面还有个门大大 哇6万多血 这个怎么玩 对面的话 其实啊 现在他们门大大 如果直接跑的话 他们现在这个门大大直接跑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左转对吧 哗回头就往回走 哇 现在已经是八杀人头到手啊 这个雷想要中 小伙伴率很低啊 我们来用这个视角看看 这个雷想要中概率很低啊 对啊 这个这个概率太低了 这个概率太低了 这个话还调戏一下他 调戏一下他 对吧 门大拿的话 他炮塔全都是在左侧 我们可以从他左边开 从左边开 他转炮塔势必会撞山 这种时候我们往他近身去贴近啊 效果会比较好 而且有 尤其他贴的很右边 有时候的话 他只有前炮塔能打得到 后炮塔不一定能打得到 哇 这他是考虑往右边走 要是问问我的话 这的话考虑会往左边开 为什么 就拉他炮线 他一定要右转嘛 但右转幅度很小 他就不一定啊 三四号炮塔能转得到 哇 门大拿切了H1了 哇 一轮3700多 其实啊 门大拿现在打驱逐剑啊 用那个 呃 AP大效果会更明显 穿半伤啊 哇 我把视角拉 把视角拉开来 看看 现在是一个护钢的一个局面了 像是传 完全的是一个护光的钢的局面 今天的话这里要扔一波雷 这里就扔了两波雷过去 有没有机会 对吧 我们这里的话 血量还是有 我们先回到这里 血量还是有 鱼雷马上就要中了 这几波鱼雷马上就要逼近了 我们现在还剩1800多点血 好大漂亮 门大拿吃雷了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哇 门大拿开炮了 哇 我们中雷了 哇 死了 门大拿吃雷也死了 双互换 哇 你敢信 这个互换 哇 因为他那个战绩截图真的是完全的没看不了 因为手机拍的50多万银币25万的一个伤害收益 对吧 一个双杀 哇 九杀九杀 可以可以 因为没有那个战绩截图有点可惜 但这局打的非常非常精彩 好了 那也是给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